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沪港股市总结 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止到今日收盘为止各个股市的盘面情况 港股今早高开近200点后持续造好 先一举升穿20天线 也就是27780点 午后更曾升返28000点的大关 最多升517点 高见280041点 之后略回吐未能收翻28000点的之上 而收报27992点 升469点或1.7% 国际指数跑赢大市收报14433点 升301点或2.1% 全日大市成交增至1425.88亿元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止到收盘为止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涨9毛 中国移动涨2块4 建设银行涨1毛4 工商银行涨1毛 中国银行涨1毛1 港交所涨5块 中国人寿涨1块2 邮邦保险涨6毛5 腾讯控股涨2块 金沙中国涨3毛 长河涨9毛 新红级地产涨2块3 九龙仓涨1毛 中国海外涨9毛5 华润之地涨9毛5 中海油涨2毛2 中石油涨1毛1 中石化涨1毛9 昆德能源涨1毛3 中国神华涨5毛 关注完了港股方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地的股市 周五的早盘 户指高开高位矩阵 盘中创下了7年的新高 上了4600点 10点多就冲高回落 盘面上看金融股强势领涨 10点半左右就震荡回升 涨近2% 午后开盘 权重股拉升 助户指震荡走高 成交量方面 户市成交为1071亿元 深市成交为9877.04亿元 两市共同成交为19948.04亿元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至到收盘为止A股的具体表现 上证综指报4657.6点 涨128.17点 涨幅为2.83% 深层指报16045.8点 涨173.26点 涨幅为1.09% 沪深300指报4951.34点 涨110.36点 涨幅为2.28% 创业版指报3516.63点 跌10.79点 跌幅为0.31% 再来关注一下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情况 上海电气折让71% 浙江市保折让71% 中海急运折让71% 洛阳玻璃折让70% 山东莫隆折让69% 再来关注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情况 万科企业溢价8% 中国平安溢价5% 安徽海螺水泥溢价2% 工商银行溢价1% 招商银行溢价负的0.4% 关注完了股市方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中国银行正在研究将东盟地区的资产注入中银香港 管理层就表示 要带监管机构的审批 并以成熟一家推一家的策略进行推展 中国银行拟重组系内的资产 研究将东盟国家的银行业务及资产注入子公司中银香港 管理层就指出 业务重组可提升集团在东盟地区的核心竞争力 并透露已聘请了资产评估机构 对相关地区资产及负债作出评估 至于注入资产的速度 会尽量做到成熟一间推一间 而中银香港也表示 由于香港是成熟市场 业务增长无可避免会有所放慢 因此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 并指目前东盟地区的华侨客户仅占中银香港海外客户的半成 但总资产值则占四成 认为增长潜力巨大 并相信财富管理 信用卡业务等在当地发展较具优势 至于重组对集团资本的影响 中国银行副行长张经良就相信 银行的资本运用能力提升 他续称 目标是未来五年海外资产的利润占比达到四成 又不排除会透过并购扩大海外的业务网络 报道指出国泰均安的国际母公司国泰均安计划A股上市 集资额或高达300亿元人民币 中国证监会披露了国泰均安拟于上海交易所上市的最新消息 将会发行不超过15.25亿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一成至两成 不涉及旧股转让 发行之后总股本不会超过76.25亿股 但文件未有披露集资额 有传媒以去年业绩计算 扩大后每股的盈利大约是0.85元人民币 A股发行后的市盈率为23倍的话 每股发行价可达到19.69元 集资额将会达到300亿元人民币 成为自农业银行在2010年集资685亿元人民币以来 最大规模的新股上市集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护港股市总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